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曾伟各位 台湾股市在这个礼拜其实只有四个交易日 但是非常的关键就是在礼拜二 各位其他通通没什么变化 因为礼拜二给你站上蔡老师跟你讲的17285 所以后面的一个震荡 通通你都要找合理的买点 因为方向已经跟你表态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礼拜 包括礼拜三礼拜四 因为联准会的一个动作转音 由鸽子变老鹰 国际股市动荡 会是在动荡 台湾股市不管盘中杀的多低 通通都给你承接的力道 今天礼拜五 也一样要做台湾指数成分股的一个调整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大风大浪 维持小跌格局作收 所以各位好好的把握剩下八个交易日 下礼拜一 剩下八个交易日要做的季报 做张行情 这就是你要听的东西 来各位 蔡老师的祝福 每天通通 准时送答 别来无恙了 各位 中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听说下午又有莫德纳疫苗要来台湾 多多益善 听说刚刚行政院已经发给了永龄基金会跟台积电 让他们去各买五百万剂 各显神通 希望台湾人民需要这两个大公司出手相救 大家加油 守城的医生护士警察消防更辛苦 你们也要加油 台湾人民更要加油 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疫苗没来之前 通通不用去讲什么方式 疫苗才是解药 不然你觉得 各位 你看辉瑞 先给你讲一下正面性的讯息 辉瑞的CEO昨天讲 全球最晚明年底会恢复正常生活 这是最晚 那已开发国家会在今年年底 因为快过去了 对不对 恢复正常生活 那其他世界各个地方要等到明年年底 2022年就是明年底 对不对 然后他讲什么 因为他很有自信 你看这边 你看会不会吐血 因为 这个辉瑞 他到上礼拜 已经为全世界生产了十亿个 疫苗 台湾没有半个 厉害吧各位 你看十亿分之一都轮不到台湾 所以要不要加油 你一清二楚 当然那个也不管 反正台积电加油 永龄基金会加油 各位 你要看懂盘面上的讯息 盘面上的讯息 有蔡老师在那边帮你掌舵就好了 来各位 不用怕 我说这个礼拜最大的动作是这个 因为这个会影响好几年 也许你说老师 可是这个通膨 联准会不是说 他放大他的弹性 是 然后他不是讲说 2023年才要来升息 是 但是他要升息之前 他要先减少购买 这些国债 你也许你看到的是这个 但是你搞错了 联准会8月份就会开始 慢慢的从QE 慢慢的把它紧缩掉 会先减少供应市场资金 所以你看到原物料股都在往下跌 我们台湾的传产股只剩下航运股 因为一大票市场派 而且你知不知道像这个营建 真的业绩很惨 怎么办 所有营建的厂商 全部财务部也都参与了 这一些航运股 不然航运股怎么会长成这样 这样你懂知道了 各位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蔡老师跟你讲 反正后面那些营建的公司 为了要让自己公司获利 他后面会去调节 你一定要卖得比他们快 不要贪心好不好 昨天6月17号礼拜四 大盘涨82点 前提是跌157点 完全被蔡老师命中 为什么 因为联准会的关系 台股跌下来 但是因为礼拜二已经率先站上 17285 所以就要来挑战17709 现阶段误差起来 不到300点就创历史新高 昨天6月17号 礼拜四收在17390 收最高 对不对 你看 外资一样没有卖 外资一样没有买 卖67亿 投信连续5天卖超 昨天开始买进了 这就是我告诉你的 6月底你只能看投信 因为投信绩效太差了 他只能剩下的日子里面 赶快把电子股拉上去 在此一搏 不然7月1号就没工作了 7月1号礼拜四 各位你知道吗 如果不认真拉电子股 走路了很多人 各位来你看看今天6月18号 道琼科技股费城 你看道琼也不知倒地 只剩下费城 那费城为什么这么强 尖牙股 包括我跟你讲的 瓶盖股 苹果的股价开始往上拉 各位 所以联准会这个动作 就是美金要转强 那美金转强的话 如果新台币落爆了 那就惨了 多头就不用再幻想了 各位对不对 所以要守住新台币 我这两天我有看到讯号了 各位 所以你看看今天的台股 全市场只有蔡老师 在10点半跟你讲得很清楚 10点43分 那时候正好在平盘附近 我跟你讲什么 上档有压 这个不会收高 我不管你信不信 你看我印出来的时候 才跌11点 我还是跟你讲专业不容置疑 11点33分 肩盘有没有压回来 请导播打出来看一下 有没有你自己看 跌72点 一样还是收在17285以上 有没有看到 17318 这就是控盘现象 而且要提早讲 不是事后讲的话 各位 所以今天高点已经达成目的了 不可能再冲高 17417 距离17709不到300点 加油 那你看看 最重要的是这个 这个已经出现市场上的一个什么 一个单边走势 你有没有看到 美元指数连续两天 超强 来到92.008 影响什么 你说老师影响数字 没有影响整个总体经济面 很严重 你看人民币 贬成这样 台币呢 我告诉你还比较强 台币就是我跟你讲抗贬 今天小贬27.81而已 对不对 所以这种正面决战 是一定要经过的坎 这个坎过去之后 台股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但是其他世界各地的股市不一样 有的会不知倒地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看这里 亚洲新兴国家面临什么 外资撤离 有没有看到 因为FED升息讯息亮了 美元要强了 它留在亚洲这边 然后你就算股票能够做到 丰盛概念股赚钱 但是你的会差还是赔死 你认为外资会不会撤 这还有什么好增值的 然后你看大陆呢 大陆一直在打原物料 防毒炒作 大陆祭出原物料新规 8月1号要上路 他说主管机关可以审查 指数价格的合规性 他公布大宗的一个什么 商品管理办法 你看吗 然后你说为什么 老师那这样看的话 台股没有未来 没有啊 我刚刚说过 这个坎每个人都要跨过去 那有的人跨不过去 就沉下去 台股会跨过去 为什么 你不听我的话 你可以听央行的话吧 央行说今年GDP成长5.08 各位 而且上半年 优于下半年 对不对 代表这一次的疫情 央行也是稍微的内心 吃了一剂闷棍 但是也不管 反正正面就好 这5.08 不关中小企业吧 所以自己要保重 今年这个台湾的坎 大家一起跨过去 股市不会有问题的 汇坝病毒的市人 根本不是钱 而钱能够推高股市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了 所以台湾的一个什么 荣耀势必会回归 回归到太空市场 你不要等后面 越过17709 来到1千1万8 或者再一路涨上去 你想说老师 当初不是说跌破1万5 不是啊 当初怎么会说跌到1万5 当初是说跌到6千点 是不是 记不记得去年是说跌到6千点 怎么跌破1万5而已 所以你脑子行了没 台湾股市已经变化了 已经升华了 赶快跟上来 台积电 今天要回来也没差 就把昨天的一个田息3块 吐回去而已 收在真的603 不变 对不对 但是我也告诉你 你不要说这个时候 又看坏台积电不对 台积电 外资为什么没办法大买 因为小气巴拉 各位你知道吗 2.5调到2.75 这有什么好认同的 这不会好认同的 我讲的方向 我讲的话就是法人的心态 各位懂吗 那5月营收 你也不用期待 对不对 这也没什么好 都反应完了 要反应的是6月营收 那6月营收是在7月10号会公布 所以你看 下礼拜一回来 剩下8个交易日之后 就要迈入7月份了 所以台积电这边震荡 足底之后 后面营收一点难 我就说这个历史新高 是今年1月份的679块 很多人是看报纸去买台积电 难过了快6个月 看看7月份能不能够让你解套 好不好 当然了 你如果一天到晚 要从报纸里面去买名牌的话 你永远都只有套牢的份 不会高兴的 各位要去研究 我跟你讲 三生七世的台积电子公司精彩 各位有没有 跌2块5 6月16 礼拜三晚上讲 跌2块5 收169.5 各位有没有 彩域世界 精彩跟创意 各位是不是 精彩 昨天 奇怪 怎么就涨了 昨天大盘还开低 跌157点 他根本没跌 全部都红的 你看看 全部都红的 前一碗菜老师才在讲 这不就是正面迎战吗 哪有再闪闪躲躲的 各位是不是 精彩 昨天 最高176 差0.5块 就创新高了 今天会不会创新高 今天大盘跌72点 抱歉 今天创新高 181.5 各位 我跟你讲 艾斯摩尔 跟台积电 是match的 各位 对不对 所以EUV 全市场 五分之三 都在台积电那里 三星怎么追 你大陆的中心 怎么追 还吃人说梦 说要发展光科技 这是EUV 那你是要把艾斯摩尔的股价 打下来吗 那没有用 那个是人家 不一样的一门学问 你就算在花十年 你也赶不上 好好的去买一下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看加登 是不是艾斯摩尔概念股 是不是 今天是不是创新高297.5 各位有没有 我再来跟各位说过 苹果才是这一次 六月份作战行情的 点燃的重心 苹果不涨 你要点什么东西 投信也不可能会去买市场派 一天到晚在卡位的 这一些传产股 各位对不对 你们看到 这不就是有料了吗 有方向 有灯塔了吗 各位你看看 外电报导 苹果iPhone手机 在中国大陆会卖得很好 所以中国大陆说爱国 不要买苹果乱讲 还是买苹果 因为它不可取代性 各位你知道吗 你看 因为今年 现阶段看起来就台湾最可怜 欧洲美国跟中国都快要解封了 是不是台湾最可怜 人家打疫苗还可以抽房子 我不晓得香港还澳门 说最好的房子三千八百多万 你去打疫苗 台湾是不能打疫苗 你去哪里偷打都给你揭开来 把你祖宗十八代都给他拿出来 超加灭族 可悲吧 当然可悲 怎么办 不要去管政治了 听蔡老师的话来做股票 平概股台郡今天除息 我昨天晚上跟你讲 对不对 昨天收平嘛 122.5嘛 各位对不对 台湾39家 其中一家就台郡 对不对 软板的 来你看看 台郡华通加联益 各位是不是 台郡 今天除息5.1元 马上就涨2块 今天大盘跌72点 各位是不是 台表科也一样 也是凭概股 各位6月9号就跟你讲 那时候122 对不对 汇特 逸光 赴采台表科 GIS 各位 台表科 今天129.5 昨天131.5 是不是一样强势 已经突破了 对不对 细格 今天股价也攻到551 近期新高 各位有没有 所以我跟各位说 所有的内容 不用烦恼 蔡老师 网路全部都 三四年的存档 三年多前 讲的通通有 YouTube Lite TG网站 自己去看 YT 直接搜寻品封 点击订阅 然后开启已订阅 这都免费让你直接登录下载的 你能够好好的把握市场上 最棒的产业讯息 就是直接登录 直接按订阅 懂了吗 所以台股多空无常事 这个礼拜 如果你是用什么样看盘系统的 是不是赔产了 觉得要追空了 结果给你嘎上去200点 一天就断头了 怎么办 因为多空无常事 你都在落后 坦白讲 一天到晚都在错误的基础里面 想发财 那叫吃人说梦 听蔡老师的话 来产业选股 才是真正帮助你的见真章 各位 这是考验不是危机 大家加油 因为疫情终未过去 看看央行这么笃定就知道了 所以下礼拜到底要买什么股票 蔡老师一样会把它放在 投资人的多宝格 让你一档接着一档来布局 卖在人家狂热疯狂的时候 卖给他 卖给法人 好不好 我们再去寻求 第一档要爆发的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 所以老话一句 六字大名咒 听蔡老师念一遍 枪在手怎么办 跟我走 一通电话 解决你所有操作股票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 先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后来继续 请蔡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一言 西方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了 感谢曾伟 听说我们的华航 待会要直接穿过 这个中国大陆的空域 直奔飞回来 我们的这个桃园国际机场 多感动 这要不要派F16去帮忙 护驾一下 不然这个24万剂莫德纳疫苗是很珍贵的 也顺便要带几颗飞弹上去 不然万一人家要打那个华航怎么办 不管如何是正面消息 大家加油希望这个疫情持续控制下去 这个赶快清零赶快归零 忠心的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这才是无价的 蔡老师一直跟你讲 做股票跟做人一样 你要有底气 你遇到危机 你才有可能变成转机 不然 客山 山倒 客水 水没 各位对不对 靠山倒 靠水水枯 对不对 我们要努力一起活下去 好不好 大家加油 蔡老师讲的快筛太薄 今天股价创新高 我很高兴的原因是因为 你看 他推的福尔辉创 这个家用型的快筛套组 下礼拜 你跟我就能在台湾买得到 这太薄 各位 不是保龄 也不是亚诺法 各位是不是 你看 他这个准确率 与PCR 检验的阳性 一致率高达94% 重点是 听说是最便宜的 你看为什么便宜 他现在说 不超过350 对不对 然后刚刚 东森新闻有做一个 比较大概抓300块 那为什么最便宜 因为我们有盒 两款是国外的 你看 一个是达雅引进的 他说售价1800 他穷了买得起 你看罗氏大药厂的 他一盒有五个定价2500 一个500块 所以你看吧 是不是很有竞争性 就是泰博 所以说如果快速我也要去买一个回来验 不然现在不能验 各位是不是 什么东西都不透明 然后只能安慰自己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我喜欢飞龙在天 富贵在天 真的就不要 好不好 各位 剩下八天 投信要怎么做账 从五月底 蔡老师就一直跟你抓ABF 载版三雄 到今天还在创新高 新兴 昨天6月17号买了1934张 景硕 买了1195张 这两支又是凭概股 各位南电不是 南电投信卖了315张 今天为什么涨 因为昨天外资虽然卖超台股67亿 但是买进南电 各位你知道 所以你来看看总计 从六月份已经买了2万张 景硕买了1万2 南电买了2千4 所以你看今天 星星已经攻到了140 这历史新高 景硕差五毛 算近期新高 南电今天也不错 攻到364.5 但是你也要留意 这些动作如果后面 万一下礼拜行情 尤其今天晚上是美股事务日 包括英国 包括法国 包括德国 全部期货都要结算 波动一定很大 如果下礼拜作账不行 换成结账的话 那你又要怎样 你是要赶快反手 赶快把持股赶快卖卖 因为全部都大赚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看这瓶盖股 新兴经济 对不对 跟我刚刚第一段讲的一个台郡 39档 那矽金元今天表现的也太棒了 包括昨天 中美金 环球金 跟大买的合金 蔡老师也一样从五月底 这样跟你抓起来 各位有没有 矽金元三金 中美金买了5600张 环球金买了1000张 大买9000张的是合金 各位 所以今天环球金 差一块钱就创历史新高 今天中美金近期新高 合金 今天也快要创波段新高了 是不是 PA也一样 这个也都要瓶盖股相关的 稳貌全新跟宏杰科 今天的全新 近期新高 123.5 所以我在这里才会跟各位说 你一定要去整理了解 整个产业的情况 搭配整个国际股市推的一个什么 一个范围 你这样才知道 你要把资金摆在哪里 不要再去讲多跟空 这对你没有关系 各位台股多空无常事 有时候大盘他要涨2000点 难道他今天不可以回200点吗 可以吗 那什么样才是你一字不变的真理 不会改变的真理 就是产业选股 选对好股票来买 这不就得了吗 所以每一支上涨股票的背后 都有令人认同的故事 你要去找出来 这就是蔡老师跟你说的 为什么有能力正面迎战 因为你了解产业 所以老话一句 如果没办法了解产业 想要了解产业的 枪在手赶快来跟蔡老师报名 跟着蔡老师走 一通电话 解决你所有操作股票的疑难杂症 最后又周休二日了 献上蔡老师最诚挚的祝福 天佑台湾 老天保佑你我 大家一起加油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商所推介分析的 各别有诈 证却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致富投资风险 证明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